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圣母尔记》第六章 这一章的经文也是圣经当中其中一段难解的经文 这段的背景是这样的 按照《圣母尔记》上的记载 有一次以色列人跟菲利斯人战争的时候 他们把月桂给带到战场上去 在那场的战争当中 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以为月桂出马 他们一定能够得胜 怎么知道上帝不卖帐 这一个菲利斯人反而大胜 而且还把月桂给拿走 那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圣母尔记》上第四到第七章 但是事情是峰回路转 让我们看到 这一个月桂在菲利斯人那边造成许多的麻烦 不单单是这一个偶像倒塌下来损坏 而且还有许多的人都生病 生这个自娼 因此菲利斯人要把这个月桂就送回到以色列的境内 当时他们用这一个牛车 没有拉过牛车的母牛把这个月桂给带回去 上帝的引导那个月桂顺利的来到以色列人的境内 那时候有一些人随便的观看这个月桂上帝就发怒 到最后转折这个月桂就去到了激烈野灵 放在亚比拿大的家里面 亚比拿大按照《圣母记》上的记载 以利亚撒就是亚比拿大的儿子就负责看顾这个月桂 而上帝也赐福他们的家庭 这是当时的背景 来到第六章这里 我们看到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的领袖 包括他盼望能够聚集祭司这些献祭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到月桂已经留在亚比拿大的家 已经那么久在激烈野灵这个地方 甚至当扫罗做国王的那一段的时间 月桂其实都不在他们当中 因此大卫有这个心愿要把上帝的月桂带回来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可以同时查看《历代至上》第13章 那边有一些补充的资料 这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 当时候大卫就下命令 要人把月桂从亚比拿大 从激烈野灵送回来 按照经文在我们看第六章这里 这里提到的那个地方 不是激烈野灵 它是巴拉犹大 但是圣经学者认为说 这可能是一个地方两个不同的名称 但是是指同一个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直接用激烈野灵那个地方 这一个的月桂就被放在牛车上送回来 当时候这一个经文说 亚比拿大的儿子乌萨和亚西悦 有人想说 乌萨可能就是《历代至上》记载的以利亚萨 因为那个一名字很相近 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亚比拿大的孩子 把这个月桂给送回来 怎么知道这一个牛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来到这一个的地方 就在当中激烈的合场 就这一个牛失前蹄 或者说惊吓 就可能看到发生一些意外 牛惊慌起来 这个月桂就倒下来 乌萨就伸手要去挡住这个月桂不要让他损坏 结果上帝就 圣经说就冒犯了上帝 上帝击打他 他就死在那个地方 那弟兄姐妹 这个经文之所以难解 是因为 到底乌萨这样子做不对吗 难道要让上帝的月桂倒下来才好吗 上帝为什么那样苛刻 这个人是要保护上帝的月桂 反而却被上帝击打 那问题在哪里呢 我想问题在于 一开始运送月桂的这个方法本身 就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来去做 这是按照非利式人的方法去做 非利式人是用牛车 他是上帝那时候保守 上帝那时候要彰显他的荣耀 让这个月桂能够顺利的从非利式人那边 回到以色列的境内 当时候上帝保守 这个牛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在这里呢 这个牛车就发生意外了 如果我们看回旧约圣经 摩西五经里面的明暑记 谈到要怎么样搬运月桂呢 其实明显经文是明文记载 是要用钢的 可能是用一个长长的棍 穿过月桂的两旁 有四个人钢在尖头上 这样子来去运送这个月桂 因此大卫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就犯了这个错误 没有真正去考究到底月桂应该是怎么样搬弄的 因此当乌撒被上帝击打而死在月桂旁边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很惊慌 他很生气 同时也很惊慌 我们先跳开一点点来讲 有人问 那么乌撒到底得救不得救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与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 上帝击打乌撒是因为他做了干犯的月桂 不表示上帝不愿 这一个人本身是在这件事情上上帝需要彰显他的公义 所以我个人觉得乌撒的得救是没有影响的 好 这个是一个打岔 我们回来 我想今天的焦点或者那个灵修 我们可以看看大卫他到底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击打乌撒 而乌撒死在月桂旁边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是感到惧怕的 第九节 惧怕或许可以翻译成他感到对上帝的敬畏 那他说什么 他说上帝的月桂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呢 我把这句话解读为是一种谦卑认罪 他忽然间发现到他应该更神圣 更谨慎的去看待上帝的月桂 现在没有在这件事情当中给做好 反而使到上帝给愤怒了 激怒了上帝 上帝的圣洁是不能够干犯的 因此大卫说感到惧怕感到敬畏 说上帝的月桂其实不能够搬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就做错了 因此月桂就被送到去尔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 而申请告诉我们上帝就赐福那个家庭 第二个大卫的反应是什么 当他听到上帝赐福尔别以东 他心里面就很喜乐 他讲说要把这个月桂要欢欢喜喜的 把再次的带回到耶路撒冷 第二个反应 第一个是惧怕后悔反思 第二个反应是我们看见 大卫知道上帝他充满怜悯 他一直在打听到底上帝的月桂是怎么样 看到上帝赐福这一个尔别以东的家 三个月上帝大大的赐福 他知道上帝充满怜悯 上帝的怒气消退 因此他就再次的计划 要把上帝的月桂带回到耶路撒冷当中 这一次他就很小心了 就用这一个台的 台月桂第十三节 每一走六步 大卫就献祭 献给上帝 在上帝面前敬拜 跳舞 吹号角 我们看到第三 大卫就选择用正确的方式 他悔改 他知道神的怜悯 然后他就真正改变 用新的方式 用和神心意的方式 来去运送这个月桂 弟兄姐妹 我想今天大卫这三部曲 也是可以让我们去思想个凡事的 我们的生命需要悔改 当我们做错了 不是按着神的心理来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悔改 在我们悔改过后 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充满怜悯的 我们要知道上帝他是愿意赦罪 充满怜悯的神 慈爱的神 然后我们要用全然改变不同的这种生命的态度 生命的方式来去面对他 我想大卫的这一个心路历程 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看见你是轻慢不得的神 但你也是充满怜悯的神 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 用你爱的方式 用你自己的心意 按你的心意来过生活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